五人受伤 白色轿车高速逆向 结果两台机车先被撞飞冲到路旁 接着驾驶在迎面撞上前方行驶过来的机车 好几名骑士通通被撞到连人带车倒在地上 这个这个是一台 驾驶在里面吗 驾驶就是这个 你看那边是一台 对对对 它是一台这三台驾驶躺过去 事发现场目击者指着肇事驾驶描述车祸过程 受伤的骑士躺着一动也不动 现场下着雨 友好心人帮忙协助撑伞 车祸占据了双向车倒 你是怎么撞的 我是在打发那台的时候手滑掉 手滑掉 最少有100公里了 肇事驾驶工程师不小心才酿成车祸 但目击民众在一旁不断指控是驾驶车速太快 这车祸发生在一号早上新竹市民生路上 自小客车驾驶当时逆向行驶 撞上对象四辆机车 双方发生碰撞在波及路边三台车子 造成连环车祸总共五人受伤 本案经查驾驶人均无酒驾警示 详细的造势原因仍在调查理清 索性受伤的五人意识清楚都没有生命危险 这回因为驾驶违规逆向冲到对象车道波及无辜歧视 警方调阅相关画面要理清车祸罩则 三线占号拥有脸新竹